咱们今天谈经济啊 美国6月 这个数据 小飞农数据是远潮预期 6月的ADP 就业人数49.7万 预期是22.8万 前值是27.8万 这个 目前数据显示 美国劳动力市场紧张 就业高度景气 咱们说华尔街收割全球 保美元这个关键时期 对吧 那美国会不断制造虚假的经济数据 引导美联储加息预期 给美国的债务危机转嫁做准备 目前来看 他公布的这个 经济数据啊 就是这个假的 应该是时针的 6月美国挑战者企业 裁员人数是40709人 创去年10月以来新低 前值是8089人 美国6月的这个服务业PMI 中值是54.4 预期54.1 初值54.1 5月的中值是54.9 综合PMI 中值是53.2 初值53 那6月的这个非制造业PMI 是53.9 预期是51 前值50.3 明显高预期啊 美国5月贸易逆差啊 这个690一美元 预期逆差是690一美元 前值逆差是746一美元 修正是744一美元 5月的出口2471一美元 前值是2490.2 美元 5月进口呢 是3161美元 前值是3235.7美元 这个逆差缩窄 主因就是进口价格下降 中国的物流采购联合汇公共的数据啊 6月 全球制造业PMI是47.8 环比下降0.5个百分点 连续4个月下降为连续9个月低于50% 再创2020年6月以来啊 这个新低 中国的数据表明什么呢 美欧需求正在减弱下降 因此全球的制造业PMI是明显下滑的 这个原本就是与美国的经济数据存在矛盾的 美国现在显然很兴旺啊 对吧 关键是美国经济数据的高度跳跃性 这个明显反常性是吧 打脸美国经济学家 现在啊 他公布的一系列的数据啊 今年以来 美国经济学家们对美国经济的预期啊 这个左右打脸啊 这到底是美国经济学家的水平差 还是啊 是他们对市场预估能力太炸 还是美国经济数据就造假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造假啊 美国啊 其实这个为了保美元美债转价 当前推出的啊 大多都是战略数据啊 这个造假痕迹非常明显 就是有人为的痕迹啊 所以呢 国际市场潜在的威胁是非常大的啊 这就是圈套 这就是美国金融收割前啊 必定的一个程序啊 造假 烟幕弹 投资者一定要警惕啊 这个次财危机当时收割欧洲的时候啊 就这套逻辑啊 这个大潮预期的这种数据啊 和其他一些数据啊 好预期的数据啊 让美联储三季度加息预期提升到50个基点啊 那么 市场预期三季度联邦基准利率啊 要达到5.5.5到5.75 导致四 周四十年期美债收割再次突破百分四 这就是在让全球的资产高泡沫啊 准备就直接捅破啊 国际金融的潜在风险进一步提高 激进加息周期啊 企业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 美国的就业市场却高度警惕啊 这简直是太反常了 对吧 全球啊 都在降 只有你美国在涨 而且美国的企业居民债务压力在快速上升啊 因为你在激进加息啊 这个时候你的企业啊 这个就业市场包括企业这个啊 紧急度是吧 居然是在加息到加到这种程度 你的市场就业率啊 包括紧急度居然这么高 你说谁能信呢 面对这么高利息 这企业疯狂在扩张 你能信吗 虽然难以预计啊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啊 这轮收割 但是可以预见啊 它的利率啊 这个 之后捅爆全球的这个资产泡沫 可能啊 就在啊 今年下半年了 全球历史性资产泡沫啊 这个脆弱性危险性 就在今年下半年 一旦美欧激进加息导致汇率市场 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失衡 那么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就无法避免了 啊 所以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之间啊 这个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周期内啊 要爆发新轮的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呢 他突然公布了自己啊 没有加这种战略啊 物资的储备 那就说 加他没有储备 这个7月6号的时候啊 美国的这个国防部发言人啊 对于这个加和者的战略储备情况询问的时候 他说美国有者的战略储备 但是没有加的储备 他说美国国防部正积极采取措施 利用国防生产法案的第三章的权力 增加国内对微电子太空供应链 关键材料开采和加工 包括加和者 7月5号的时候商务发言人呢 美国商务发言人说呢 美国坚决反对中国宣布 对生产半导体和其他电子产品所需的 关键金属加和者实施出口管制 并补充说 美国将与盟友合作啊 包括协商解决这问题 意思是要抱团 有部分美国专家认为 中方对加和者实施出口管制 很可能会减缓美国国防生产效率 或增加成本 所以有人认为呢 虽然美国国防企业往往会提前购买 关键系统所需材料 因此这个出口管制短期的应用不大 但五角大楼最终还是不得不寻找替代来源 这个加和者都是制造重要的军事装备啊 这个原材料 对于这个芯片啊 塑料制品 军用领域 夜市设备 卫星图像传感器啊 这个加都是 包括雷达啊 无线电通信啊 卫星LED啊 都是应用的啊 这个洛西的马丁公司 主要就是美国军事承包商啊 他们是不可能会直接买加和者了 咱们说了 因为他没有交中国的罚款 他现在肯定买不到啊 他可能会通过中国采购啊 这个从中国采购加和者的供应商那儿 买一些这个商品 就是等于导手啊 这中国对加和者的供应啊 这个出口管制可能会减缓美国国王部生产效率啊 目前呢 美国负责国际事务的副主席 航空航天工业的协会的副主席啊 认为呢 中方出口管制在短期内 可能对美国国防企业影响不大啊 他们有相关的库存 但是啊 这个据说五角大楼最终还是要找替代啊 因为无论是直接开采 直接制造 直接生产提炼 还是从废弃设备中回收啊 这都是需要增加成本啊 那就会刺激美国必须寻找关键矿物投资 那就要偷钱了 他们目前的应对措施啊 要避免供应链中断啊 这个需要寻找新的来源 中国现在呢 应该是加占全球储量的大约23万吨 全世界储量23万吨 中国是储量第一啊 占总储量80%到85% 这个据美国的地质调查局16年的统计啊 以他名的啊 褶保有量只有8600吨金属啊 其中美国占45% 其次是中国啊 中国是41 所以美国国防部说他这个有褶的这个啊 战略储备应该是对的 但是加他是没有的啊 因为加80%到85%是来中国 中国呢 现在还是加生产全球占95%啊 这生产占全球67%啊 目前的加产品最大进口国 中国的进口国是日本德国和荷兰啊 你看这个排名就知道了啊 这的最大进口国也是日本法国德国和美国啊 这个生产中国加这个生产啊 从现在看 他们这个很多生产商已经表态 限制出台之后 收到大量来自美国日本欧洲的 询盘 价格是一夜飙升 美国限制中国芯片啊 这个理由就是军民两用嘛 那中方呢 既然你这个啊 中方也是应对升级嘛 对等升级啊 那就是军民两用 那我也当然把这个相关的加合者啊 能够军民两用的产品也当然管制起来 目前看中美就在升级啊 那在这个升级状态下 美国又制造这个相关的经济数据谎言啊 再结合他要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 要统报全球的这个资产泡沫 后续啊 后续的这个全球的大通胀啊 或者金融危机之后的大通胀啊 这是必然了 看来啊 因为中美之间谁都不可 这一轮这个 我觉得中方 就是下定决心升级啊 也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是个持有战 大家注意这绝不是简单的一个短期行为 这是持有战 因为这个是增加整个西方产量转移成本啊 包括增加他们未来啊 这个咱们说建造自己西方啊 美国这个新的产量结构成本的一个重要啊 一个措施 那中方是绝不可能短期内取消的啊 后续可能再增加他的成本 主要看美国人后续行动啊 所以这应该是个长期的 那么既然中国决定长期啊 施压你美国西方社会啊 给你通胀 那意味着这一轮的美国啊 这轮收割 之后的世界啊 会面临一个巨大的这个通胀啊 所以在美国西方的朋友啊 现在赶紧囤货啊 因为你有可能现在囤的货啊 未来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啊 你可能会翻几倍去卖啊 尤其是这些跟这个中国有关的一些啊 这个商品啊 你可以想想啊 这些商品在中国是便宜 但是卖到西方啊 可能要加十几倍 20倍 20倍